谁说种菜一定要天天忙碌 辛苦劳作 对于那些拥有懒人灵魂的园艺新手来说 这篇文章绝对是你的福音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10种 极其适合懒人种植的蔬菜 不仅容易管理还能高产出 简直是菜园小白的完美选择 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看看吧 1.菠菜 谁能拒绝一盘新鲜绿色的菠菜呢 菠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种植起来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播种在肥沃的土壤中 保持适度的湿润 大约在5到6周后就能收获一大片绿油油的菠菜了 关键是菠菜可以连续播种 让你的菜园四季长绿 2.生菜 生菜几乎是懒人菜园的代名 4.它生长迅速 对环境要求不高 只需保证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浇水 生菜可以从种子直接播种 也可以购买幼苗移栽 不到两个月 你就能享受到自己种植的新鲜生菜了 3.胡萝卜 胡萝卜不仅营养丰富 还有助于保护势力 种植胡萝卜也并不复杂 只需在土壤中播种 保持土壤疏松和湿润 大约在两到三个月后 就能收获脆嫩的胡萝卜了 记得给它们留足生长空间 这样才能长得又大又质 4.黄瓜 黄瓜是夏季最受欢迎的蔬菜之一 凉爽可口 黄瓜喜欢温暖的环境 只需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植 提供足够的水分 种植黄瓜可以选择爬藤型或矮生型 两者都易于管理 别忘了在种植时搭好支架 5.西红柿 西红柿是家庭菜园的常见蔬菜 它们不仅容易种植 而且产量丰富 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种植 保持土壤湿润 但避免积水 对于新手来说 可以选择抗病性强的品种 更容易成功 6.青椒 青椒也是懒人种植的好选择 只需提供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 它们就能茁壮成长 青椒种植时 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但避免过度浇水 确保有良好的排水系统 7.豆角 豆角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管理简单 种植时需要搭建支架 让豆角藤腕攀爬 豆角对土壤要求不高 只需定期浇水保持适度的湿润 在夏季的高温下 豆角生长速度更快 是一道清爽可口的蔬菜 8.萝卜 萝卜的种植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只需在土壤中播种保持湿润 它们就会迅速生长 萝卜的生长期较短 大约在30到40天就可以收获 它们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 是非常适合懒人种植的蔬菜之一 9.蒜苗 蒜苗的种植过程简单 只需将蒜瓣插入土壤中 保持适度浇水和充足阳光 大约在2到3周后 就能看到嫩绿的蒜苗生长出来 蒜苗不仅可以作为调味蔬菜 还能增加菜肴的香味 是家庭菜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0.豌豆 豌豆是非常容易种植的蔬菜 适合新手和懒人 豌豆喜欢凉爽的气候 可以在春秋季节种植 种植时需要搭建支架 帮助豌豆腾腕攀爬 豌豆的生长期较短 大约在60到70天就可以收获 那绿的豌豆非常美味 这些蔬菜不仅种植简单 还能让你的餐桌上增添许多健康美味 无论你是园艺小白 还是忙碌的上班族 只需花费一点点时间和精力 就能收获满满的绿色蔬菜 还在等什么 赶快动手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分享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 适合懒人种植的蔬菜吧